去年12月25号拒绝就职的副理厢长当选人张荣荣 经过县府民政处通知 今天上午办理第二次宣示就职典礼仍缺席 由于张荣荣未依规定宣示就职依法事同缺额 而县府民政处长表示 将依选罢法第71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办理不选 请当选人张荣荣女士就位 上午10点半拒绝就职的副理厢长当选人张荣荣 第二次就职典礼开始 地方机关代表村长部落头目以及乡亲民众都来了 就是不见主角张荣荣的身影 经过思议现场点名三次张荣荣仍旧缺席未出面 也让先前的支持民众感慨遗憾 自己也有很多事业嘛 所以没有办法来上任 应该就是这样的事而已 还可以体谅他的很多的苦衷 如果真的有的话就要希望他 就天天学习 好好学习天天下山 毕竟人生路程还很长 对不对 是还需要一些可能职业年龄的增长 可能需要更多的经验 然后可能有更多的智慧 以后可能处理别的事情可以做得更好 是我对他的期待 对于张荣荣拒绝就职 提防乡亲民众体谅也给予祝福 而张荣荣唯一规定宣誓就职依法事同缺额 县福民政处长明良真表示 将依选罢法第71条第1项第2款规定 办理补选 所以县政府会依照我们地方制度法第82条 我们会含请这个地方的花联县选委会 请他们三个月内完成补选 县选委会也着手展开 在复理乡长缺额补选作业 而期间代理乡长江东辰表示 也将持续以复理乡乡镇业务的推动为首要 其实这样子讲 现阶段还是把代理的工作 把他真的就全力来做 我想这个乡镇的工作不可以一天两天度 或者是稍微或懈怠 对于复理乡长当选人张荣荣 宣誓就职最后通牒结果 地方也不意外 现在重新补选的号角响起 地方派系人马也跟着文声起舞 记者是玉兰 复理乡采访报道